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凡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一个Adapter的设计模式 这个Adapter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最常大家拿来做比喻的 就是这个电脑的电源插头呢,有一个三孔转两孔的这个转接器 这就是大家最常拿来做比喻的 那它把这个旧的接口呢,把它包装起来 提供新的接口,那这称为这个Adapter 那么可以让更多的电器能够使用 能够使用 所以一般而言呢,Adapter呢,就是 Adapter呢,它比较偏向这个改变 改变这个接口 但是不改 不改这个内含 比如说,这个三孔 三孔的 转两孔的这个插座 三只脚的,转两孔的 那么它的电源呢,像伏特树啦 等等呢,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内容不改变,只改变接口 那么另外一个相对的 一般的 大家常见叫Proxy Proxy呢,倒过来 它是会改这个内容 这个Proxy呢,它的特性 就是会改这个内容 会改的是内容 但是有时候接口是不变的 所以这两个呢,有时候呢 大家不太能够搞得清楚 事实上,很多业者也都混用 但是原则上大家心理上一开始在做这个架构设计的时候呢 稍微把它区别一下 这个Adapter呢,就是一般是不改内容的 只改这个接口 那Proxy呢 Proxy,譬如说 这个Android的这个Proxy 那么这个 然后 这一个 叫做My的Proxy 比如说它有一个My的 My的Proxy 那它提供的 这个是IMy的这口 然后呢 它的内容呢 就是 它是跨境城的来讲 那这边 也有一个 这个IMy的这口 那这一个进来的 这一个内容参数等等 跟这边都会不一样 都会不一样 里头用的这个Protocol呢 都会改变 但是 接口不变 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这个Proxy呢 是接口不变 内容改变了 Adapter呢 是接口改变了 内容不改 这是原则 这是原则 但是 有时候呢 取名字 有时候有人又把Adapter呢 取成这Proxy 所以这个 只是在设计上 我们心理上呢 对这个 有一些认知 基本上 就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 接口不变 因为这是IMy的接口 接口不变 然后呢 里头的Protocol等等 都在变 参数 也都在变 那么 这个 另外一种就是 只改变接口 内容不变 一个是 接口不变 内容改了 OK 所以让你 了解一下 这两个名词 一个叫Adapter 也叫Protocol 所以呢 像这一个例子呢 就是 一般的 这一个应用程序 那这应用程序呢 会产生这两边 有很大的相似性 为什么 因为这些函数的名称 都会被写在 这个类里头呢 所以呢 这边有Change的时候 他会 这连以校院会一直 一直变 一直变 会扣大 这边 当这边有变化的时候呢 他的政府会一直 正正正正到这里来 会影响到这边 这边要跟着改变 所以呢 他的相似性 太大 相似性太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 就可以采用 Adapter的方式 来改善他 OK 那 这一个例子 非常的简单 这例子非常的简单 所以啊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咯 它是也是一样 提供 这个 两个button 三个button 一个是播放音乐 一个是停止播放 一个是结束 这一个 这个整个软件的程序 所以呢 这里头呢 因为这一个 播放 这一个已经是 有厂商提供了 Media Prayer 那这一个呢 是由Google提供的 因此呢 我们只要写一个 这个 Activity的子类 就可以了 那这个例子 很简单 在这里都是提供 这个UI onCreate呢 一开始先提供的都是 UI的设定 UI的规划 规划这个layout 规划的layout 接下来呢 就直接 由这个来 调用 这个接口 你看 在这一个 Client的代码里头呢 就直接把Media Prayer的名字 写进去啦 类名写进去啦 函数名字也写进去啦 所以未来 这一个Media Prayer有改变的时候 这里这个代码就要改啦 这个代码就要改啦 这一行代码也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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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呢 这个都会被影响到 都会被影响到 OK 所以这样促成了 这两个之间的 这一个dependency 相应性太重了 那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所以这个AC01的子类呢 直接使用了Media Prayer 这个类的接口函数 就是create start stop 等等的 都在这里 create start stop 等等 如果Client觉得 这个接口有些复杂 想要比较简单的接口 他要变换接口 还有包装接口 OK 他有两个 adapter有两个任务 一个是 变换接口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任务 那么包装接口呢 这是稍微比较不那么重要 那包装接口呢 有时候呢 是属于plasty 的任务 所以因此呢 有时候adapter呢 也兼有这个plasty的任务 也就是说基本上 是两个任务 一个就是 封装接口 就是把那个 比较 把这一个 旧的接口 把它包起来 然后呢 换成一个 几道简单的接口 另外一个 是 一个变换接口 一个是封装复杂 OK 所以呢 这有时候两边呢 会同时间的存在的 就是在 这一个 封装复杂的 时候也顺便拿 变换的接口 变换的接口 OK 所以呢 这个是 不要被名词所混的 我们基本上 就是呢 一个是 要变换接口 一个是 要包装复杂 那变换接口的目的 不一定是为了包装复杂 有时候是为了 像邪天指令诸后 就是我不想用别人的接口 我要用我自己制定的接口 虽然 别人的接口并不复杂 但是我就是不想用它 因此呢 复杂只是 我们包装的理由之一 那转接口呢 常常都是因为 在角力 为什么 因为掌握接口呢 得到话语权 因此呢 我刻意的 要写天指令诸后 这样子的 不管 你天指的接口呢 是不是复杂 等等的 等等的 所以呢 我们就来 看看 写一个adapter 来扮演这个 转接器的角色 而且针对adapter 进行 变与不变分离 的这个动作 所以呢 就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呢 如果用我现在在推行的 新的概念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1 这个就是 i 这个就是 t 所以呢 其实 就等于 放了一个 放了一个 eit造型 而已 OK 放了eit造型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回到 比较传统的 手法 比较传统就只有 laid 我们就来看 一样的 我们还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 首先 他来new他 所以就用了一个 这个 create的接口 然后 他再来new他 他再来new他 好 那new完了之后 那么他再来用他 所以他就来扣他 那么 他就往下扣 然后这边就往这边扣 等等的 因此呢 他就 不会用这边的接口 因为这边的接口呢 被他封装在里头了 是被这个adapter 把它封装在里头 所以 这边的接口 被改掉了 所以换成这个接口 所以达成了 转接口的任务 转接口的任务 也达成了 封装复杂的 一个目标 OK 那这个就是 这边 已经呢 跟这边 已经分开了 所以这边就可以 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所以两边就 是一个 可抽换性 就非常的高 所以这种adapter呢 副子类别呢 实现了 变离不变的分离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 这一个 调用的时候 那么要调用这个鸡类 这样鸡类 等一下再来 仔细说明咯 我们现在先来看看 这让我们能把adapter里头 不变的部分 放在这个地方 不变的部分 放在这个地方 OK 那 会变的部分 留在这边 留在这边 同时经过此过程呢 让框架的 也越来越丰富了 所以 上面的是属于框架的部分 上面的是属于框架的部分 OK 所以框架的部分呢 会有越来越丰富了哦 越来越丰富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设计图呢 加了adapter之后 那么我们 怎么来实现成代码 所以要加了 一个adapter 这一个 迹象的类 再加上一个 这个抽象的类 抽象的类 OK 也就是我讲的 eit OK 加了eit 所以 首先呢 我们定义一个抽象的 积累 里头呢 只有两个抽象函数 OK 好 再来 定义这个子类 来扣充这一个积累 来扣充这个积累 那这个时候 就把这一个 media player的 create呢 start呢 stop等等的 全部包装在 这个adapter的子类里头 全部 把它包装在这个 adapter的子类里头 包装在这里 把这一个 全部包装在这里 包装在这里 OK 这里 这里就是 已经把它包装起来了 包装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 很多这一个 media player的部分 就包装起来了 那么 可能也就看不到了 所以你可以 我们现在来仔细看看 可能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边 只是 做UI的动作 在这边 你看他 你有一个 这个adapter的子类 你有一个对象 你有一个对象 然后呢 他来 调用这一个 这口 抽象的这口 我们来看一下 adapter呢 他是 adapter呢 他的定义是什么 这边应该是小写的 小写的 那我们看一下 adapter的 你看这个adapter的宣告 他是 这一个 激烈的 他是激烈 OK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我们就 实现完毕了 实现完毕 然后我们现在 用文字再来 收饼一下 再来收饼一下 这一个 adapter子类提供的 create的这口给client 所以当他来念 那这个superclass 机类呢 提供了use 这一口给client来使用 所以呢 你看 这个就是他的这一口 这个 就是他的这一口 就是这个 superadapter提供给client的 他使用了 这个use这一口呢 里头就含有这两个函数 那client呢 已经没有直接用这个media player这一口了 所以两者呢 已经产生了独立性 给创造的media player的一个自由的抽换性 所以media player呢 就可以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这个刚好4 这个设计模式这本书呢 对于adapter的 这个说明 所以这里呢 就来看得出来 adapter副子类比的用意啦 这个常见的模式 在刚好4这本书里头 称为adapter的设计模式 它的图是这样子的 这个client呢 是使用 这个抽象 这个G类 抽象G类里头的 这个抽象函数 然后呢 这边还会 往这边来调用 往这边来调用 因此呢 这里就变成新接口 变成新接口 然后呢 这个是旧接口 旧接口 所以呢 在由这里头呢 来调用 这一个 调用这个 这里头的旧接口 旧接口的函数 所以呢 就这么简单 它把它 放了一个 我这边讲一下EIT 放了EIT 然后呢 这一个 这个就可以创造一个新接口给可爱用 然后包装了旧接口 因此呢 这两个呢 就产生了分合自如了 产生了独立性 产生了抽换性 所以呢 这个 这个类别呢 这个G类呢 提供了 不是这个adapter呢 提供了 这个旧的函数 那经由这个转接器转成呢 这个target的新接口 转成target的新接口 它提供了 这个request 就是新的接口给可爱用 在上一小节已经介绍过 Adapt模式只要就是 将这一个旧的接口包装起来 然后提供新接口给可爱 那这样的好处呢 有很多种 一种就是 觉得呢 旧接口太复杂了 换一个给 这一个新的接口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边是已经存在了 譬如说 譬如说这边如果是iPhone iPhone 然后呢 这个手机 那个跑浏览器 所以呢 我们就要提供http 的这个接口 给它来调用 给它来调用 但是这个接口呢 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http 这个接口 可能是socket 等等的 或者是其他的 所以呢 我们就 为了配合 让这个浏览器可以上来 所以我们这里是提供一个新接口给它 所以呢 我们要包装 有很多理由 有时候呢 最常见的第一个理由是 这里太复杂 所以我们得到简单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 因为这个接口呢 Client 已经存在了 它已经先存在了 那这个Client 不适合这接口 所以经过一个转接器 提供一个接口 那这个就是三插座 三孔插座的一个基本用法 就是我的电脑已经有固定的接口了 那你的插座不一样 所以我就让一个转接 这样子 那第三种呢 就是 我不希望 我想学天指令诸侯 我不想 我不希望Client 直接用它 所以我中间 插一个 下去了 我成为 成为这个 第三者 第三者呢 我让 第一者跟第二者两边呢 不要对接 他们都跟我对接就好了 那这个目的呢 就要成为老大 掌握了接口 就有话语权 这是 第三种可能 这让Client依赖于新接口 而不利赖于旧接口 这就是学天主义令诸侯 一旦旧接口更改时呢 就不会影响Client 创造了 这一个 这一边的 一个变动的自由度 就是这一边 改变 不影响这一边 因为这里改 只影响这一个 OK 所以呢 这样就创造了 这个两边的自由度 那么 当需要改 功能较简单的时候 可借由这个 来做简化 可做简化的动作 其实呢 也不一定是要简单 可能 就刚刚我讲的第二种 Client 早已经存在了 那么 我们要来配合它 所以呢 做一个转接器 来配合它 OK 好 那我们 就是继续来说明咯 Adapt 模式的延伸 可以继续的 把它做优化的动作 那这个优化呢 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Adapt的前面 再加一个 这个J口 然后呢 这个J口呢 可以给它来使用 可以给它来使用 OK 那这个J口呢 刚好对到Temporary Master Pattern 就是 这里要经过这个扣它 再来扣它 OK 再来扣它 所以先经由这里 再扣过来 再扣过来 那这也是 可以的 那这样的好处在哪里 增加这一边的一个变换的能力 就是增强啊 这个J口 转变到J口的变换的能力 OK 刚刚在这个地方 刚刚的例子当中 再看一遍 这一个 在这个地方 它扣过来 直接就扣过来 所以 做转变 转变的工作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但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个转变接口的工作呢 移到这个位置来 那怎么办呢 那就用刚刚的这里的一个新的做法咯 就是在提供一个J口 那这个J口呢 有这个函数来接 所以接近来的时候 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之后 再来扣啊 这一个 Fook的Transact 再往下扣 所以呢 才会演变出来 这样子 这样的目的 是要把这一个 啊 转变的能力 增强啊 让这边可以写代码 可以做转变的任务 这边再转一次 因此呢 这个转变接口的能力就上升了 上升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样的一个结构 啊 这样的一个结构 在代码上面怎么写 所以我们现在 可以了解呢 这个已经是 啊 Android已经有了 这个也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要写 一二三四 我们总共写四个 四个这个类 啊 所以呢 我们看来 来这里有Client 一个 Adapt 一个 这一个 这口 一个 再一个 所以总共写四个类 OK 所以我们来稍微view一下 啊 view一下这个Android的 呃 代码 啊 首先呢 啊 先来写这个 Superclass 写积累 然后来实现 iAdapt的这口 那Adapt那里头呢 就是一个Temporary的Transact 这样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 这个函数呢 会调用这个抽象函数 啊 调用这个抽象函数 所以这叫做 这一个Adapt的基类 这 这是 实现这个接口 啊 实现这个接口 所以目前呢 就是在讲 这一个部分 啊 就是我们已经 啊 说明了 这样两者的关系 就是 写一个 啊 那这个基类 来实现 这个接口 来实现这个接口 所以呢 是这个函数呢 调用这个函数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 接下来呢 再写一个Adapt的子类 来扩充 这个基类 好 那Adapt的子类呢 就是 使用的Media Player 一样的把这个Create 把Stop等等 都写在 这个Adapt的子类里头 来做转换的动作 来做转换的动作 OK 那这个 我们在这一个例子当中 这个Adapt机类 没做太多的事情 但是 这里隐藏一个机会 我们这边可以写代码 在这个位置 可以写 很多很多很多的代码 可以来 做很多的工作 OK 那 这是在这里是 没有做 没有写任的代码 但是这里呢 留下一个机制 让我们再来 在这里可以写下 很多很多的代码 好 那我们再来看Cline 刚刚已经写了三个啦 那Cline呢 这里是写UI 做这个UI的布局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另一个Adapt的子类 就看过啦 就看到啦 然后呢 就调用 这个Template的Transact 然后呢 就是 调用到这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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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Template的Transact 就调用FookTransact 就调用到这里 那这里的话 就来调用这个子类 所以来 看它的子类 子类在这里 所以就调用FookTransact 所以在这里 就是会调用FookTransact 然后呢 接下来 就可以去调用 MediaPlayer 来播放音乐 OK 那这就是 我们写的这个代码 写的代码 那都可以 从设计图呢 直接对应下来 那你就可以了解 Adapt的代码的写法 所以这里就是 这个范例展现的 两个 两层的接口转换 Adapt呢 封装的MediaPlayer的接口 这个是 刚刚看到的 这是 Adapt的 G类子类 所以呢 这个子类呢 是对这个 MP的 MediaPlayer的 然后 那这个SuperClass呢 Adapt呢 封装了 这个Adapt的接口 而提供一个新的接口 提供一个新的接口 那SuperClass SuperAdapt呢 这个G类 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那么 它是 属于框架的 里头的 这个抽象 类 而且提供了 两个接口 一个是 对子类的接口 那 所以 一个是 对 Cline的接口 所以提供 Adapt接口给Cline 也就是 AC01这个类来使用 提供一个 卡榫的函数 这个接口 给子类用 这意味着 美好的架构设计 就是要提供 稳定的接口 让 让会变的应用类 能够依赖在上面 而且保持Cline 其他类的独立性 就是 让这些 可以依赖在他 但是 又不会把他绑住 所以呢 我们达成的目的 让这一个 子类 能够依赖在 G类上的接口上 但是 又不会 把这一个 这一个 G类绑死 这样子 所以呢 既有 这个 之间的 低度相依性 而且创造高度的 这个复换性 以及呢 他的一个独立性 所以呢 这样就是 能够进行 这个分和自如 OK 好 那我就 先讲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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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